週一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 他十分欣賞川普在解決朝核危機中展現的領導力 上週五 川普總統披露 安倍晉三已提名他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川普在講話中提到 奧巴馬在白宮與他交接時 親自告訴他 朝鮮是最大問題 甚至已經接近於戰爭狀態 川普上任後 美國在朝鮮核問題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川普說 他上任後能夠扭轉局勢 現在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關係非常好 川普順便提到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給他洗信 說提名他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川普說 朝鮮導彈飛越日本 威脅日本民眾安全 現在他們感到很安全 周一 安倍晉三表示 他十分讚賞川普在解決朝鮮核危機中 展現的領導能力 川普大統是北朝鮮核核危機問題的解決 過激地採用了 川普大統的理解法 我們也評估了 但基於諾貝爾委員會的規定 不透露提名人和被提名人的姓名 對提名川普沒有直接回應 新唐記者李梅 陳海月綜合報導 中文字幕 李梅 陳海月綜合 中文字幕 李梅 陳海月綜合 中文字幕 李梅 陳海月綜合